二十大报告 让您一起来学习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 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 制度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 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确保粮食 能源资源 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 维护我国公民 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 维护海洋权益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 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 破坏 颠覆分裂活动 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统筹发展和安全能力 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助劳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因为电揀的风险能力建设大家分享 不愿意DER南运 重马上 ということ 本门 的